行了,你们别猜了,我还是自己出来澄清一下吧 真是大家想象的那一档,一会儿盖的这个,一会儿盖的那个 我们公司现在主要业务,主要是有三块 一块就是软件业务,主要也是做小程序 第二块就是硬件服务器,做服务器回收啊 什么出售二十服务器,以及相关的服务器配件吧 第三块就是做云服务器 主要是做阿里云和腾讯云的一个代理服务 这是我们公司主要的业务 至于你们说的其他业务啊 其实也不是不干啊,主要是还是在探索阶段 也会时不时跟其他老板合作一下 合作一些事什么的,还在摸索的阶段吧 现在每天忙的主要三件事,就是刚才说的那种三件事 小程序,硬件服务器,还有云服务器 很多网友正在我的评论区下说 你不是程序员吗,最近怎么不说软件方面的事呢 怎么还尽量说什么服务器呢 还说一些什么其他的杂七大八的事呢 这里我要解释一下 你要说我是程序员吧,我确实是 我做程序员也是十多年了 也写过很多代码 像什么程序员啊,驾驾师啊,技术总监啊 等等我都干过 再到后来这个创业啊 创业以后做老板嘛 其实我真正就是静下心的写代码 时间没那么长 大概也就七八年的时间吧 就是很多关注我的网友总是觉得 我的名字是北漂程序创业 就觉得我是一个程序 其实嘛我最初创建北漂程序创业这个账号的时候啊 我已经就是当时就已经不起代码了 那时候就已经在做公司了做业务了 但是呢平时我出去跟跟人聊天啊 或者跟老板谈业务什么的 就是总是不由自主说自己是成员 慢慢就习惯了以成员称呼自己的职业了 我在网上长期的发文或者发视频的时候 都是以这个北漂程序创业这个账号 也是已经习惯了 以前呢我还想着就是把它改个名字呢 结果一看说明啊 说改名字以后就容易导致这个账号全中下降 导致粉丝不认识我了 所以呢我也就没改 就一直用这个名字了 其实呢名字也没那么重要 我觉得 主要是看平时发的内容了 你咱们想想现在的互联合公司吧 就像小米啊京东啊 什么阿里巴巴呀等等吧 你看这些名字 你能知道他们公司干什么的吗 还不是大家看的多了吗 慢慢就记住了 所以说名字就是一个代号 不用特别在意 不是说我是成员 就只能说软件行业相关的内容呢 其实呢 在软件行业或者是互联网行业的朋友肯定知道 就是现在的成员这个圈子太冷了 都赶上冰块了都冻上了 已经没啥可说的了 说多了都是累 说多了只能让大家觉得成员太难了 大多都是一些消极的内容 让大家对这个IT行业没有什么信心 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我很少说成员相关的事了 当然了平时直播的时候 大家在直播间聊的最多的就是还是成员 你比如说成员就义方向呀 成员被猜员呀 成员面试技巧呀 什么计算机专业这个相关的东西呀等等吧 也就是在直播间聊聊 我在发视频或者是在很多时候真不想说这些 成员本来就已经很难了 现在找工作特别难 事业情况也很严重 我再说这些话题的话就是有点火上浇油的意思了 影响成员兄弟们的心情啊 你再比如说我上这就录了一条视频就上这吧 就标题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上边是没有意义的 当时我录之前我觉得这段内容还是有的时候还是挺好的 但是当我录完这条视频以后我觉得就有点不想发了 就想了想去就感觉这条视频就是发出去可能是会影响不好 有点太消极了 有点鼓励大家躺平的意思 所以到现在我也没发布 我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就业环境特别差的就是这个今天嘛 尽量保持好的一个心态 活得积极向上一些 感谢